多说事实少说观点 这里是契西斯托马斯 那今天要和大家带来的是卫星轴的对比体验 首先在本次视频当中 所有的卫星轴的安装步骤都是相同的 那卫星轴的底座部分 使用的是杜邦105加205混合的润滑质 钢丝部分使用的是杜邦卫星轴润滑质 底部都已经垫了特弗龙的胶带 测试时候使用的轴体都是TTC的S轴 使用的PCB都是TimeRE键盘自带的PCB 所有的卫星轴价格都大概在90元上下 测试的时候为了统一 都没有安装螺丝电片 本次对比视频参与的卫星轴有以下这些 那我们直接按照颜色来分类 那分别是小透明卫星轴 小D卫星轴 小蓝卫星轴 小橙卫星轴 还有小黑卫星轴 导致之前钢丝因爆炸的卫星轴 其实就是小橙卫星轴 那我也顺带在论坛当中搜索了 小橙卫星轴的相关信息 发现大家对于小橙卫星轴的钢丝因问题 也是颇为不满 甚至购买小橙卫星轴的时候 就必须要跟着去别的淘宝店 额外再买一个钢丝 那么换钢丝到底能给小橙卫星轴 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呢 我这边也特意验证了一下 那验证的对象 是我之前的这把18.5键盘 那我把小橙的钢丝 换成了小蓝的钢丝 我个人认为效果好了很多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键盘的钢丝音 这也基本验证了一个事实 钢丝音和钢丝之间有个非常直接的关系 换一个公差更小的钢丝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 那其他品牌的卫星轴面对空格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呢 那我们来逐个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们十分 cott害怕 不给火星车呐尝尝已经成立了 所以我们更衣了 echoes把小卤的钢丝 发 contam抵述 blueprint 11 详细 就像我一样一样的 很明显在这一个环节当中 小弟卫星轴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钢丝音 其他卫星轴都没有什么问题 2U的卫星轴对于钢丝的精度要求会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那翻车的概率也会自然比较低 那我们来看一下卫星轴的细节 首先卫星轴小黑还是带着小脚的 在安装之前需要将两边的小脚完全剪掉 另外我在安装的时候还使用了修指甲的错刀 把没有剪干净的小脚给磨皮 那在钢丝方面 小黑卫星轴的钢丝是这几个钢丝里面最特别的 那几乎没有什么金属光子 摸上去也是比较粗糙的 而其他品牌的卫星轴都经过了抛光处 钢丝看上去闪闪发光 有的品牌的钢丝还镀了金色 看上去更加的亮 而在卫星轴底座和甲轴方面 自然最难看的也是我们的小黑卫星轴 通体都是黑色 小橙卫星轴小地卫星轴小透明卫星轴都可以在店铺当中找到别的配色的版本 而且这些配色都是根据名气比较大的客制化轴体而来的 可以有比较不错的装饰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对比的就是笔座 那我在检查小黑卫星轴的时候发现小黑卫星轴是相对来说最脏的卫星轴 在灯光底下能够看到一些奇怪的斑点 甚至我在钢丝上面还发现了黄黄的污垢 其他品牌的钢丝卫星轴都比较干净 在底座的罗姆位置 不同品牌的卫星轴则就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小黑卫星轴 小橙卫星轴 小地卫星轴的罗姆孔的位置 都是用了和自身底座相同的材质 罗姆的金属部分被包裹在这里面 而小透明卫星轴和小蓝卫星轴 罗姆的孔洞位置则是全金属的 孔洞的半径也相对比较粗 很明显在安装的时候 金属孔洞的卫星轴要对准孔位相对较难 甚至我在拆卸了卫星轴的螺丝之后 发现这些卫星轴也不会立刻的掉来去 在这五种卫星轴的底座当中 小透明卫星轴是最宽的 其他的卫星轴宽度都是相同的 但是宽度的增加并没有导致甲轴物分变宽 宽度是加在了外壁上 还有卡扣的宽度上 但是支撑卡扣的位置的宽度 根据我主观目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既然讲到了卡扣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五个卫星轴的卡扣部分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小层卫星轴是更高一点的 小蓝卫星轴 小地卫星轴 卡扣高度和小黑卫星轴的高度是一样的 而小透明卫星轴 则和它们从设计上来说 就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它的卡扣方向是反过来的 因此卡扣显得更加厚实 这也是小透明卫星轴二代和一代的最大不同点 据说是为了解决容易掉钢丝的问题 但是从卡扣的形状上来看 小层卫星轴也是最特别的 层相对的半圆弧状 剩下的卡扣都是梯形的 小透明卫星轴因为卡扣方向是反的 所以梯形的厚度也是最高的 并且小透明卫星轴的梯形的坡度 也会相对更大一点点 但是从开口露出的角度来看 小层卫星轴露出的角度是最小的 其他卫星轴从我主观目射来看是没有区别的 在附送的配件方面 小层卫星轴还有小地卫星轴 是有送卫星轴底部垫片的 附送螺丝垫圈的有 小层卫星轴 小黑卫星轴 小地卫星轴 小蓝卫星轴 因为是别人送我的卫星轴 所以我不知道出厂的时候 会不会附送这些配件 但是小地卫星轴 附送的配件 我个人认为是最特别的 小层卫星轴送的垫片是长方形的 有十张贴纸 那背后的品牌标的是 SHIA啥啥啥的 那logo看上去像是一个太阳 因为这个名字被砍掉了一大半 所以我根本就找不到这牌子是啥 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 可以在公屏上打一下 我自己摸上去触感就比较普通 很像普通的卡纸 而小地卫星轴 附送的垫片是德国 德萨的胶带 正方形的数量有20点 在拆开表面的塑料膜之后 会发现垫片的表面是光滑的 我想在德萨的官网上找到这款胶带 因为官网上会标明胶带的防腐蚀系数 但是德萨胶带的很多型号连图片都没有 我实在是找不到对手的型号 那两个卫星轴垫片在撕掉之后呢 也看不到非常明显的残留痕迹 两个垫片的高度 以我的肉眼也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 那小地卫星轴的螺丝垫片是没有拆卸下的 其他的军事闪戒 无疑像小地卫星轴这样的垫片 在安装时候会增加一个步骤 但是可以很有效的防止垫片丢失 小成卫星轴的垫片 更像是纸质的垫片 那其他的则是塑料的垫片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各种卫星轴的对比视频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有用的信息 那做这个视频不仅仅花了这么多的金钱 更重要的是花费了超多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点个赞支持一下 真的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很快再见